高雄科技大學執行文化部的補助計畫 邀請在地藝術家以環保永續為理念 利用像是木棧板、廢棄網球等等廢棄物 設計出15件循環再生的街道家具 並在高雄博爾藝術特區大義倉庫群展示 讓民眾可以與公共藝術進行互動 看似頻繁的木棧板 裝上輪子也能化身成為椅子 而半桌用的鐵架加上木板和輪子 就可以是一張移動性高的桌子 高雄科技大學在文化部的補助下 執行設計驅動公共空間創新改造計畫 以環境永續為理念 在博爾藝術特區大義倉庫群 讓民眾可以與公共藝術進行互動 雖然它是藝術品 它是一個創作 但是我們希望它也賦予一些實用的機能 或是跟民眾互動的這些部分 可以把它做一個深化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把很多我們原本覺得它已經是一個被丟棄的 或者是被棄之不用的這些物件 透過大廣的巧思創意賦予它一個新的生命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永續的概念 其實也可以讓更多從事設計跟創作的這些朋友 給大家更多的這種創作上面的靈感 非常希望說可以讓大家慢慢的開始重新去審視 就是我們身邊有這麼多各式各樣不同的物件 它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可以被開發出來 這個是它的椅背 那它組裝起來就會變成是一個堂椅這樣子 與在地廢棄物再造品牌合作 運用這些高雄本地所產生的材料 透過拆解回收再次被使用 賦予廢棄物重申的可能 像是已經脫線的廢棄網球 集合起來擺滿塑膠欄 也可以是上下分層有收納空間的椅子 把收集回來的廢棄物重新組合組裝 甚至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是使用了棧板的腳料 然後大賣場的那個推車 然後腳缸 然後塑膠欄跟網球 對一些木料跟螺絲這樣子 那總共15件街道家具 像是我們這次這個計畫 那玉敏老師有讓我們去校園裡去做分享 那我也有邀請同學們去做發想 其實我給他們一些相似的材料 他們都想得到跟我類似的結構跟東西 所以其實大家一般都是想得出來 只是可能缺乏一個固定的一個專業的基礎 就是勉勵大家可以去嘗試做這些事情 滿好玩的 計畫的執行其實就是透過它的眼光 還有它的技術 去把很多高雄在地的一些廢棄物 可以重新再利用 那對於我們而言 其實它不是只是廢棄物的再利用 因為這些材料本身就是從高雄 在地所取得的 所以其實已經是跟在地的民眾有連結 那我們只是透過這次的計畫 又換一個新的面貌 讓這些廢棄物有一個新的靈魂 然後再融入到市民的生活當中 這些被丟棄認為沒有利用價值的廢棄物 經過藝術家的巧思和創意 都能夠畫腐朽為神奇 成為一件件令人驚艷的街道家具 想要體驗與公共藝術互動的樂趣 感受藝術家的巧思創作 那就不妨來到博爾藝術特區 走走看看